好 继续来看到全联庆祥慈善基金会 6月7号由花莲区办公处社工师代表 捐赠玉礼荣民医院 台东医院有纸尿裤、看护店等等的物资 这三年来已经捐赠玉礼分院 以及台东分院将近有40万元到110万元的医护耗财 为花莲南区的住院平民众点燃温暖送上关怀 全联庆祥慈善基金会 6月7号由花莲区办公处社工师代表 捐赠玉礼荣民医院 有纸尿裤、看护店等物资 这三年来已经捐赠玉礼分院 台东分院将近有40万元到100多万元的医护耗财 为花莲南区的住院平民众点燃温暖送上关怀 这次还包含了我们台东分院 谢谢全联庆祥慈善事业基金会 这几年来对我们非常多的支持 在很多物资上面给我们很多的帮忙 尤其从疫情期间就一直对我们有很多的协助 代表台北荣玉礼分院非常感谢基金会给我们的协助 再次感恩 北荣玉礼分院及台东分院 特别联合举办捐赠感谢仪式 并由两分院的大家长 胡宗明院长代表致赠感谢状 给全联庆祥基金会 吕芳妮社工组长 有介于高单价医护耗财 一直是国内医疗院所物资缺乏的项目 全联庆祥基金会 关怀平病弱势住院民众耗财需求 从105年起 先后与台北荣总预理分院 以及台东分院合作 持续挤注善行物资 帮助贫困住院民众减轻就业负担 送挨到花东不减短 记者高双双玉礼正采访报道